大家好,欢迎来到八卦娱乐圈 今日,国民歌手周深录制奔跑吧兄弟节目的路透视频在网络上热议不断 令粉丝们激动晚分 据悉,此次录制地点位于美丽的香格里拉 海拔高达3000米 特殊的自然环境让这期节目显得格外独特 周深的粉丝、生米们 也不负众望 远赴高原为爱豆应援 场面十分感人 在最新曝光的路透视频中 周深凭借自己一贯的谦虚和低调又一次圈粉无数 当节目组成员杀意夸奖周深时 这位可爱的歌手竟然捂住了耳朵 露出害羞的笑容 场面十分逗趣 虽然具体内容尚未公开 但有网友猜测 沙哥可能是在赞美周深的才华和敬业精神 生米们纷纷表示 神深就是这么可爱 受不了别人夸奖 有趣的是 周深在被夸到害羞时 还假装要去打杀意 引来其他成员们的爆笑 氛围轻松又愉快 网友们直呼 神深的反应好真实 谦虚的让人想抱抱他 除了周深可爱的路透视频 粉丝们在湘格里拉的应援场面也成为了讨论的焦点 周深无论走到哪里 总有一群忠实的生米们在背后默默支持他 这次在湘格里拉 生米们打出了巨大的应援条幅 海拔3000米 也和周深在一起 这样感人的话语瞬间打动了无数网友和路人 湘格里拉的气候和环境都不算理想 但生米们依然毫无怨言地为周深守候 展现出了极强的凝聚力和忠诚度 对此许多网友感慨 周深真的太有福气了 粉丝们为他付出这么多 他值得 当晚 跑男节目组还在湘格里拉举办了吐司宴录制 这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晚餐 似乎还有其他节目内容安排 虽然路透还未透露出太多细节 但根据过往的节目形式 可以推测 周深和其他成员们一定会在宴会中进行一些游戏 游戏互动 来对观众更多笑声和欢乐 对于周深的参加 粉丝们都充满了期待 尤其是在这样的特殊环境中 大家期待看到深深展现出与平时舞台表演不同的一面 跑男兄弟们的游戏互动中 周深又会释放出怎样的综艺感 已经成为了观众的一个大看点 众所周知 周深以他的萌态和谦逊性格一直以来备受麻烦们的宠爱 而每次他录制跑男这种综艺节目时 粉丝们的保护欲和喜爱之情更适宜于言表 这次的香格里拉录制也不例外 米缸里一片热意 老米们纷纷化身满粉 直呼 神神太可爱了 在综艺节目中 周深总是以轻松搞笑的方式参与到各种游戏中 给观众带来笑点的同时也常常让粉丝忍不住母爱泛滥 这次的跑男录制 已经有不少粉丝表示 看到路透中深深可爱的表现 心都要化了 从海拔三千米的应援条幅到粉丝们无怨无悔的守候 生米们的行动诠释了无论周深走到哪里 生米独在 这种粉丝与偶像之间的深厚感情 在香格里拉的特殊录制环境中更加显得难能可贵 米缸里的讨论纷纷表示 周深去哪 生米就去哪 这不仅仅是口号 而是粉丝们用行动证明的事实 无论是高原的严寒 还是遥远的路途 生米们始终如一地站在周深的背后 默默守护住他 此次周深录制跑男的香格里拉特级 不仅充满了轻松幽默的互动 也展现了他与粉丝之间不可分割的深厚感情 粉丝们的高海拔应援更是为这场录制增添了感人色彩 随助节目的正式播出 相信周深在节目中的表现会给大家带来更多惊喜 也期待他继续在音乐和综艺的舞台上闪耀光芒 周深与生米 永远携手前行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